我是子萌,也可以叫我萌哥 好,我現在在台中榮總服務,有空可以來 我下個禮拜會到兒童牙科 不過應該目前看起來沒有人可以來的啦 好,這個是我的第一個母校,叫師大 師大的前身是台北高等學校,台高 那我想要講這個呢 因為台北高等學校是以前日據時期的精英教育機構 包含黎登輝、林挺生 還有我們高一的校長魏火耀 也都是從這邊出來的 我覺得我們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要感受到這種歷史的連結感 我記得我18歲的時候 非常久以前了,11年前 18歲的時候,我走進去這邊的時候 我到走到大樓裡面,我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我跟60年前到100年前 他們是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我那時候對自己說 我希望以後啊 我也是被學弟妹在舉例的時候的那個人 那後來,當然後來有一些原因 就是我又換到了醫學院,我到了高一 但是高一也平常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在台灣的歷史地位上 它是第一所台灣人創建的醫學院 像台大醫學院它是殖民政府創立的 國防醫學院是中國政府 搬來台灣產生的 只有高一是第一個 而且是在遠離首都台北 是由台灣的士生共同創建 雖然歷史地位還有精神非常的特別 那有人就問啊 那當教師、當醫師 怎麼會做出這麼大的差別 如果各位應該知道 聽過在日文的話 這兩個職業都叫做神聖 什麼神聖 所以其實他們只是一樣 那他們共通點是什麼 都在影響別人 都在影響別人 所以對我來講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只是有的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在選擇職業 在選擇方向的時候 好像就是在一天一百 或一天一厚在做選擇 其實不是的 包括我當初在重考的時候 也很多人不明白啊 我當初還記得 我在我士大畢業後 去台大念研究所 那時候念一念後 我覺得我要離開 我就跟我另外一個實驗室 夥伴說 我等一下就要去 我等一下就要去重考班報名 然後我說真的喔 那你覺得怎樣 大家也知道 升科念研究所 就是一日升科中生 科科 台大也一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 太想考 可是太怕 然後我說沒差 反正我就會考 你跟我一起去 然後他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你考上 我也跟著考 我那時候就知道他不會 我問你 我考上跟他考上是獨立事件 大家書起來記得嗎 自己的人生是自己選擇 果然 我現在都要當醫師了 他已經消失在茫茫大海中了 好的 這是我們高一的透明革命的成員 其實來自於各個學系 像是雅艾系啊 然後醫學系啦 然後醫放系等等的 那我們來自各個學系 但是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要先講最近很熱門的一個消息 大家如果你有開心我的話 叫私校法 私校 而且看一下這邊有幾個關鍵字 什麼公益董事黑箱啊 保障事實生 到底為什麼 各位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概念 因為我剛剛看到有一些同學 可能也是念比如說像靜儀啦 或者是其他 比如東海 其實台灣的大學生有72%的人 是念私立學校的 私立學校在高等教育才是台灣的主體 但是你要知道 每一個人都有繳稅 但是受到的教育資源卻有極大的差別 我現在講的差別 不是說學校資源的差別而已 連師資都不一樣 剛才聽大哥說 剛才聽大哥說有一個朋友 他在私立學校的老師 他薪水才兩成而已 他還要繼續做欸 被扣信到只要20%還要繼續做 這是我們制度上的問題 所以私校法是我們要關鍵的一點 這邊先問大家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啊 請他舉手喔 私立學校 私校啊 是不是私人財產 直覺就好 你覺得私就舉手 OK 就直覺就好 OK很好 一定這樣覺得 不然怎麼叫私立學校 對不對 來 這是楊朝祥教授 然後也是我師大的學長 他是前任的教育部長 現在教育部長已經有四個是來自於我的學校了 我前天才去跟現任的教育部長潘部長指辦 就跟他直接討論這個事情 那像那個時候楊朝祥部長他說啊 他說 校有公私之別 但學校沒有公私之分 沒有的 他的教育應該是平等 像歐洲一樣 德國、法國他們相信 教育的資源是平等 不分也是外國人 事實上法國還發生過學運欸 因為法國政府不要收學費 對外國學生收學費 他們就出來抗議 而且很重要的是 你今天是捐助新學 捐出來新學之後 這個財產就不再屬於個人了 所以答案是FOR 好下一個 請問私校董事會跟公司董事會是一樣的嗎 都叫董事會啊 人家就比如說 你有私立學校董事會啊 你這當然是私人的 校長就是總經理嘛 合理嘛 大家不是都是工作的嗎 合理嘛 錯 因為這是翻譯上的錯誤 在國外 真的都從歐美來 注意英文要好 那個School School它的董事會叫做 Border of Trustees 它是一個信託的概念 我們把財產捐出以後 因為這是屬於公共財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社會賢達人士 來共同監理 他不是行政 我是監理他這個財產 有沒有被妥善運用 另外一個是公司 Company 他是Board of Directors 這樣的董事 他是負擔經營資責的 他因為他是要處置 但是在制度上也有差別 如果是公司的話 大家還要誤會 其實也沒有所謂的家族公司 因為他只有股東的問題而已 股東 所謂的家族公司 王有慶他只是剛好股份佔的多而已 懂嗎 他如果有一天比我少 我就是董事長了 就只是這樣而已 那學校的話 董事會跟校長 這是分開的概念 仔細聽 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學校法人 他下面有一個執行機構 叫做董事會 學校下面有一個執行的負責叫校長 這樣的名字都可能一樣 高雄醫學大學 學校法人 和高雄醫學大學 但是這個 不是他的上位單位 他是平行組織 董事會對校長的功能只有 監督 選霸 還有捐錢 他們財務上的觀念只有捐錢 他們是等同那兩個共同機構 財務要分開 但校長他才是行政的總理 在私校法人大學法裡面 會講得很清楚 校長是學校的唯一對外代表 他是進行行政的 那校務會議又跟他什麼關係 校務會議要進行重大決議 如果決議以後 他就要執行 關係像什麼 像歐盟 像英國的首相 首相跟國會有關係 一般是像首相直接找他的幕僚決定 但重大議案 就是經過國會通過 國會通過 國會通過寄生法律效力 要校長遂行 所以關係是這樣 跟公司完全不同 要打破的觀念 私校非私產 所以沒有家族企業是在學校的 不然他辦的叫做什麼 補習辦 不是學校 很重要的觀念 那高異到遇到什麼問題呢 高異非常的有錢 但是我們先從高異的歷史來看 高異是由杜聰明創立的 台灣地域藝術博士 那陳啟川先生 是我們第一任董事長 他宣稱捐了一塊地 十一獎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沒有 因為那塊地 是三七五剪序 跟著有其錢的地 所以好比說 欸 我捐這塊地 給你蓋一隻洞咖啡廳 然後你說好啊 然後你就開始蓋了嘛 對不對 結果一蓋的時候突然發現 欸這塊地怎麼電容呢 變成你還花錢跟電容買 哪有這種捐錢法 然後送生禮物給他以後 然後順便給他一張單據說 記得去繳背 這個很 那以前啊 因為黨政關係 跟這個黨國關係很好 所以他們都隱瞞 不相信他網路那麼多 而且他除了陳啟川 宣稱沒有捐地之外 那還有各界市場都有捐獻資金 這要注意喔 捐錢不代表有股份喔 學校有股份的概念嗎 欸有 所以捐錢也不能當同事喔 沒有這個概念喔 好 那高一有學校有醫療體系 事實上醫療體系一年呢 營收是一百億 非常驚人 他想說那一百億可以幹嘛 是公司的就知道 採購 採購 採購是個問題 那 原本這個是叫做複色醫院 所以複色醫院的英語 根據私立學校法裡面有規定 他所有的英語都必須回撥到學校 因為學校必然是虧錢 學校不是營利事業 但由學校統一配合回去 但是現在陳嘉董事會想要做的是 把這兩個完全分開來 因為這邊才有錢嘛 以前醫院是在學校下面 所以他會被教育部監管 所以他分開以後 他說叫做有效率管制 對啦 有效率也可以怎麼變拿錢 也都很有效率 那他做什麼事情 盡心凡職 現在董事會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董事會選擇是這樣 根據私立學校法 好比我現在有九個人 我們九個人要選下一屆董事會 我就在提名十八 一共十八個人 包含我們自己 那誰投票 我們投票 這樣怎麼投 所以萬年董事會 成家已經執政快六十年了 沒有換過 就是金正恩 目前連蔣介石都沒有兩代 金正恩 那另外有月權 他們直接跳過校長 董事直接跳過校長 去指揮院長 這是違法的 被教育部糾正 所以成家一直都說他們沒有違法 但事實上有 結果是什麼 董事會違法 但教育部竟然選擇 扣學校的獎補助館一千兩百萬元 折合就是清寒學生十萬個小時的公讀費用 十萬個小時的公讀費用 這些人就這樣的權利被剝奪 怎麼可以不爭氣 然後還要到春改校時 把成家寫成是創辦人 根本就不知道 也沒捐利啊 現在已經被我們發現 而且還白色恐怖 為什麼我說白色恐怖呢 我們團隊後來進去董事會 因為我們之前有辦過公聽會 董事會都在跟我們答非所謂 所以我們決定進去董事會 阻止開會 但是一進去後 不進去還好 一進去發現 他們說要正視學生和師生的問題 結果看一下第三案 董事會第三案 發來學校就校內學生活動 及校出聯署事件 頗為處理 白色恐怖的字眼 這就是我們的董事會 這樣只是引起我們更大的憤怒 所以我們接下來花一整週的時間 在校內辦了很多講座 了解很多講師過來了解 還有我們辦音樂會 讓大家一起來關心這事情 所以我們晚會的時候 來了三位立委 到場這一點時候表示支持 那我們那個晚會的時候 除了讓大家可以上去 對於講一講對自己學校的期待之外 我們要求大家 希望大家 吹息一盞燈的時候 說完自己的期待 再吹息一盞燈 說出對於學校的看法 希望我們該走向哪條路 因為大學本來就是屬於 私生的知識範圍 大學本來就是自由的 那甚至陳其邁愛委員 也在立法院上面 穿著我們的衣服 透明革命衣服 直接質詢教育部長 那我前天的時候 也到了 除了去拜訪教育部之外 我也跟監察委員 這位是我們的學姐 現在是青草院長 我們做了非常廣泛的討論 那另外 我個人啦 我個人也代表團隊去上一些節目 這是第一次公視有話好說 那這個是什麼 大家都沒在看節目對不對 大家都很忙 因為大家都在創業 這是政經現實批啦 就彭文正 我昨天上政經現實批 所以最近就會播了 請大家記得鎖定一下 然後記得上網搜尋 透明革命按讚 那我們現在 運動這麼久 有一些初步的成果 我們私校法 現在已經通過一讀 委員會通過一讀 一讀之後 我們在我們要求的幾個事項上 已經有一些成果 比如說 像他們有加入公益監察人 然後也開始進入去家族化法 原本的三分之一降到五分之一 然後而且他們很重要的是 會議紀錄的公開 其實這樣 會議紀錄的公開就完蛋 因為很多內幕 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 那最後時間快到好像四十幾秒 所以剛好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民主從來就是一個經營師 它不是課堂上的名字 有些老師教授平常在教學生 但是遇到這個事情就縮起來 但是我們不怪他們 因為成交於千億 但是對於正義來講 這跟金錢無關 對就是對的 有人會說你們會失敗 我本來就沒有考慮成功 因為如果考慮成功 沒有任何白書出來做 但是只要做了 我們就往成功前進 那最後要結束前 我要鼓勵大家就是成為別人的光 成為別人的光 那最後我要分享一張照片 然後因為我每次 最近半年我都會這樣講 而原因是因為這個是我們非常罕見的一張 全家福 非常罕見的一張全家福 那這是我家人 然後旁邊是我的女朋友 也是我的未婚妻 不過不信他今年已經過世了 那對我來講是說實在的話 我到現在來就是 我說實在的話 那我心裡就會想 力量最強的不是十字 是當人離開的時候 你的感受是什麼 悲傷是沒有極限的 但愛也一樣 我都會想 如果他之前 花了這麼多時間的愛的話 那我現在花時間的愛是非常多的 好 謝謝大家